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我一直是很喜欢短线的产品 因为短线其实比较不容易打结 也比较不容易缠绕 收纳上就会方便很多 而且大家也知道线材的物理特性 同样的规格 越长的线它的电阻就越高 因此对于电力的传输 还有讯号的传递上面就会变得比较弱 那当然也有比较品质比较好的长线 那它也有比较适合的场合 但是相照起来 你会发现短线的产品在市面上真的非常少 而我也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为什么我喜欢短线 那最近我刚好看到Noda有上架一些短线 而且规格还蛮不错的 真的是蛮有亮点 那以往我也用过Noda的Turbine 还有Hello Thunderbolt 3Doc 这样高速的产品和线材 他们就是专门在做这些产品的 因此我这次就收集了四条线来和大家介绍 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条 它左右两边都是USB-C的接头 支援到3A的电力传输 所以如果你是20V的电压的话 就可以支援到60W的充电 那60W就可以满足13寸的MacBook Pro 跟MacBook Air的充电需求 那此外这条线很恐怖的是 它的传输速度可以达到40G的频宽 跟Thunderbolt 3、Thunderbolt 4的速度是一样的 那不过它没有Thunderbolt的认证 因此不算是真的Thunderbolt 像是它没有办法达到8K的萤幕 那按照Noda的说法 它这条线是可以达到5K的萤幕的传输 也可以达到4K的 那我手上目前只有4K的萤幕 实测4K60fps的确是可以的 那5K跟8K的话 嗯抱歉 我没有这样的萤幕 所以就没办法测给大家看了 此外连接之前开箱过的 Noda Halo Thunderbolt 3 Dark 也是可以正常运作的 不过就如刚刚讲到的 有一些进阶的功能 例如说 这台Dark它原本可以支援 5K跟8K的萤幕输出 但是透过这条线的话 也是没办法达到的 就只能达到4K而已 所以当我看到Noda的官网上 有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重点是像这样的一条线 价格相较有认证的Thunderbolt 3线 就便宜非常多 以Noda来说 他们卖Thunderbolt 3有认证的线 价格是890块 那这条40GB的传输线 我原本想说 打个五折六折 也要五不六百块吧 没想到只要389 比我预期的还要便宜非常多 连任正线价格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如果你是在找 比较短的Thunderbolt 3线 不想要一般Thunderbolt 3线 有50公分80公分那么长 或者是你想要找品质 好一点的USB线 那这一条就还蛮不错的 不过以我的使用环境和场景来说 因为Thunderbolt线真的是多到用不完 你想我开一个Thunderbolt产品 它就会有一条Thunderbolt 3的线 所以我开过这么多台Duck 开过这么多SSD 哇我Thunderbolt 3线 真的是多到用不完 都拿来当充电线用了 有够浪费的 那因此我iMac跟Duck之间 其实都还是用 有认证的Thunderbolt 3线来连接 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40GB这条线它非常短 短到我来连接 iMac跟Duck的时候 其实长度会不够 其次是因为 我觉得这条40GB的线 我有更好的用途 那原本Thunderbolt 3线 放在Duck后面跟iMac连接 我其实线整理在后面整理好了 也没有经常去碰 看不到就算了 那40GB这条线 我更多是把它放在 我前面的桌面 这个空座范围区域 因为这样的话 线就比较不容易打结 那此外呢 这条线也可以帮手机 做快充的充电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 其实也没有超过3A 而且我偶尔也会拿来 接SSD的外接盒 来传输资料 那我也有测过 用这条线帮13寸的 MacBook Pro充电 也是可以达到60W的 不过就是太短了 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我平常还是把它拿来 帮手机充电 还有接外接SSD比较多 那这条线 放在我前面的桌面上 就真的非常不占空间 而且它几乎是不可能打结了 毕竟它这么短 才15公分 而且还是扁线 它的表面是橡胶材质 加上还有一些纹路 我拿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哇靠 这也太像战车的履带了吧 那此外它的线头超小的 应该是我目前看过 最小的USB-C的线头 所以如果是要 随身携带USB-C线的人 我觉得这条也是 很好的选择 那帮大家总结一下 我用这条线用到的情况 如果你是用10GB的话 很稳 我目前都没有发现问题 那40GB用到Soundboard的话 大部分功能也都可以使用 至少在我目前 常用到的4K影像 也是都OK的 不过官网就是说 最高整到5K 没有办法到8K 不过我觉得 5K荧幕就已经蛮少的了 那8K其实现在 离我们还非常遥远 那这个线它还有一款弟弟 是10GB的规格 那价格是289 对更便宜了 外观也非常像 导致我经常其实会拿错 不过实际拿起来 它真的是有差的 10GB的这条扁线 它比较薄 加上它没有办法 支援到Soundboard 3的速度 因此我平常就是用作于 USB-C 10GB的SSD外接盒 来连接使用 那4K影两条 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价差才差100块 其实我会更优先选择 389 40GB的线 因为对我来讲 差100块真的非常少 但是实用性更高 那速度更快 而且我知道我用到的品质是更好的 我觉得用途也更广 国外的网购平台 应该也能够找到同款 那价格也更便宜 不过Noda提供了台湾使用者 更快更习惯的网购速度 那也有发票开例 那对于公司买的话就更方便了 那还有保固的服务 所以不管是时间成本 还有风险成本上都会小非常多 那像是我以前就有买过 某个很大的品牌的USB-C线 结果我一买到 它就是坏的 虽然对方的店家也是愿意换 但是算一算这个来回的运费啊 就比那个线还要贵两倍了 不划算啊 那我就自己摸摸鼻子认了吧 那随着Thunderbolt 4的推出 虽然Noda还没有推出Thunderbolt 4的Duck 我这次非常期待 不过现在他们也已经推出 Thunderbolt 4认证的Cable了 长度是80公分的 价格是1290元 我有比较了一下价格 那以Thunderbolt 4的Cable来说 这个价格算是蛮合理的 也没有额外的品牌溢价 那我自己是希望 未来可以多出一点 一公尺以上的Thunderbolt线 这样外接Thunderbolt 3的萤幕啊 或者说对于iMac使用上 就会比较方便 不过大家也知道啊 Thunderbolt 3的速度 其实跟Thunderbolt 4是没有差的 只有在少数特定功能上 有小升级 所以我自己私底下 还是细成Thunderbolt 4是 Thunderbolt 3.1 那加上现在 Thunderbolt 4的产品 其实也没有到很多 我自己手上也就只有一台 Thunderbolt 4的笔电 然后我也只开箱过 一个Thunderbolt 4的Duck 那周边产品也不像 Thunderbolt 3这么的齐全 就如果你是要买 Thunderbolt 3 Cable的话 就可以考虑Noda的Thunderbolt 3 Cable 它的价格是890元 不过我想很多人也会觉得 反正都USB-Z线啊 干嘛买一条800、900块的Thunderbolt 我自己手上 因为Thunderbolt线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只是电力传输 或是USB-Z10G的传输 我还是会拿Thunderbolt 3来用 主要是因为 Thunderbolt 3的Cable 它的质感真的会比一般的线好非常多 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点 其次就是比较鸡毛蒜皮 像是Thunderbolt 3的线的用料 通常应该说 嗯 大部分情况下 是比你在夜市还有网购上买到 普通的USB-Z线还要更好 因此在传输的时候 它的抗干扰也是比较好的 此外呢 如果你是外接SSD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速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我说这个就鸡毛蒜皮啊 可能很多人也感觉不到 但是你常常在用 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是 有差啦 用起来就是很稳很爽 那你也不用去担心说 什么线材品质不好的状况 那我觉得Thunderbolt 3 Cable 真的是蛮好用的 即便不是Thunderbolt的场合 如果你只是需要 比较高安培数的充电 那用Thunderbolt线也会比较稳定 例如说有认证的Thunderbolt线 因为它就可以达到5安培的传输 像是我之前有提到 用100瓦的充电器帮笔电充电 真的可以充到100瓦 当时就是用Thunderbolt 3的线 那一般你市面上找到的USB-C的线材 大多数就是3安培或3.25安培 很少 不是说没有 就是很少有5安培的 那既然都买到那个5安培的线 说实在 我认为那个价差没有差多少 我就干脆就上Thunderbolt 3的线了啦 以上这集前面就是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喜欢用短线 以及短线有哪些用途跟好处 那或许以后我再和大家分享 长线虽然我比较没那么喜欢啦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用途跟方向的 那另外就是后面就是和大家分享 比较意外我居然讲的比较多 和大家分享我在怎么用Thunderbolt 3线 虽然是比较浪费 但是用起来就真的很爽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体验看看 要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